Hello 我是米茶叔叔 有人问我说原声吉他和电箱吉他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一个电箱吉他 这里有个洞可以插一根线 我的天啊 然后 是不是有一个说法是电箱吉他的声音没有原声吉他 我个人认为是完全没有这种说法的 我也不知道这说法是哪来的 也许有吧 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有 因为每一把吉他声出来的时候都是原声吉他 然后原厂的师傅在这里或者这里 或者是这里装上了实音器之后 那他就变成了电箱吉他 如果你没装好或者是你把木头给装裂了 那当然就不如原声吉他了 但是如果是原厂做的 我认为是一样好的 理论上他里面的共鸣空间少了一点点 除非你是蝙蝠你才听得出来 对了这个不要吃蝙蝠 但是原声吉他和电箱吉他还是有蛮大的区别 是在接音箱的情况下 在不接音箱的情况下 他们听出来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从这里收 以及这根线也连过去收音的 我现在把其中一个关掉 Hello Hello 好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完全只有这里的声音 好我现在把话筒关掉 只留下这根线的声音 好我现在把这根线的声音关掉了 我只留下这个话筒的声音 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就是直接用这个收的话 他的声音会比较发散 然后但是比较真实 而用这根线收电箱的声音的时候 会比较有一点塑料味或者是金属味 好的 真的是 不要浪漠 支持你 对 对 对 你 对 我 对 你 我假装没有声音 其实现在是有声音的 好啦就这样啦 有什么需要再找我 比如说你要了解录音的方法 你要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合理价位的原生吉他 或电吉他 或电箱吉他 或等等其他的需求 你都可以找我 OK拜拜